第二十八题 右图左方是拇指琴 右称卡琳八琴 手指弹拨材质厚度及宽度均相同的铁片下端 就可发出同音乐盒般好听的声音 小鲜示范从低音弹到高音 弹出Do,Re,Mi,Fa,So 请问弹拨铁片的顺序可能为下列合者 那么题目已经说了 我们弹拨的声音越来越高 老师上课讲过在材质相同的情况之下 越轻薄短小紧或者越轻薄短小紧细 那么他所发出的音调频率就会越高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材质厚度跟宽度都相同 所以我们只要看长度就可以了 长度如果越长声音就越低 长度如果越短声音就越高 弹拨的频率A是从123过来 那么我们的长度是越来越长 我们声音是越来越低的 所以A是不会对的 那么D选项B呢 17,16,15 那么也是一样 他的长度也是越来越长的 所以他声音也是会越来越低的 所以B的所有也是错的 选项C呢 是7,8,9 那么7,8,9这也是长度也是越来越长 所以声音也是越来越低 所以他也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猪可能是对的 那我们从9到8会变短 会变高 跳到10回到7 都是会变短 频率都会变高 所以第28提问我们说 请问弹拨铁变的顺序 可能为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 4株9到8到10到7到11